行,第一个问题就是,能简单介绍一下你卖房子经历吗? 好啊,去年开始我先后找了三个经纪来卖我这个房子 但是哎哟,我长得反正是七七八八的一直就没有搞定 今年找到了Fred,这是我也没有想到 非常顺利,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就把这个房子卖出去了 而且一个很不错的价格 怎么说呢,就是经济和经济是真是不一样的 反正这是,我现在是深有体会了 原来对这方面体会不深,现在是深有体会 怎么说呢,前面的经济,咱们不能说他们不精心 但是从专业角度,从谈判技巧上吧,确实是区别很大很大 从Fred给我卖房子,我就深刻的体会到这是 专业不专业的经济是不一样的 有人说啊,我这也是听人说过什么 这个经济多拿钱,那个经济少收钱的 这一类,对我这块,我来想这个问题 就是说是,你多收钱我不在乎 你能多给我卖出钱,这是真本事 真多卖出来钱了,多收点钱,是应该的 我其实并不在乎这一方面,就是从Fred给我卖房 这个跟几个买家这个谈判过程来看 确实是不一样,确实是跟我以前的经济是挺大的区别 能够hold住这个整个事情 能把这个价格谈的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价位 那我呢,这个卖房卖的,我也心情舒畅 买的人大家觉得也很高兴,这个共赢 双方都很高兴,达到这么一个deal 所以说我感觉是很舒服吧 这个房子卖的很舒服 反正是我的想法简单就是这样 你看还有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认为 只要上了MLRS,谁卖房子都一样 你用过总共是四个经济 你现在怎么认为 我认为可不是这个事情可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事情 同样在MSL上 我这个房子去年在那上面已经很长时间了 同样是这个房子 待了那么长时间 来的人呢七七八八来了也很多人 但是呢也没有卖成功 当然这里面的原因可能是比较复杂 但是我也搞不懂确实根子在哪儿 但是今年换了这个Fried之后 也是同样上了MLS上可能就一周 一天 一天 是一天 来的人呢 咱倒不能说是来的特别的多 但是offer进来的可是够多的 几天的一两天的功夫 进来三个offer来抢 房子卖出去了 我反正是我感觉 肯定不应该是一样的 肯定这里面 至于说是经济他们做了什么工作 我倒不知道 那个细节的是怎么做的 但是确实是不一样 效果确实是不一样 下一个问题 能比较一下Fried和前几个经济的不同吗 不同给我的感觉不同在一点呢 对我这个房子的装饰上 给的一些个建议很中肯 而且该花钱的地方 与不该花钱的地方 告诉的很明确 就是说我少花一样钱 而且但是该花钱的地方呢 当然了你想卖房子 你必然是说是付出一点 去装饰你这个房子decoration 这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呢 该花的钱咱们能够花的 给你Fried给我的建议呢 也给的很好 该收拾的地方 不该收拾的地方 该怎么样的地方 你只要是follow他这个 给你的指示 你怎么办就好了 至于说是 在买卖过程谈offer的时候 才能够深刻的体会到 经济跟经济不同的地方 Fried就能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场面 hold住 很冷静 让这几个买家呢 把这个 一步一步吧 达到我要求的这个理想 然后把这个offer 欠下来 这是一个很很不同的地方 这是我就讲这两点吧 别的多的地方呢 一下子好像想不出来那么多 下一个问题是 现在回头从结果看啊 如果Fried要比其他经济高几千块钱的佣金 你觉得值得吗 还会用它吗 我前面讲过了这个问题 就是说 实际上 从这个佣金的多 多点少点 我不认为这是问题的节征 问题在于 如果这个经济 能够给你的房子多卖出来钱 这是根本 只要多卖出钱来 它多得点 很正常吧 你毕竟是你得的是 头是大的 所以说这个钱 所以说是 有的人说是 当时我卖房子也有很多经济 也是跟我说 收的费用怎么低 还给你回扣怎么怎么低的 是 你要能卖出去 能以一个很合理的价位 能卖出去 你给我的回扣 收的佣金又低 当然我高兴了 关键问题你卖不出去 你没有以我理想的价位卖出去 那么说别的都是 都是瞎说 没有意义 最后一个问题 有些人说 我这个房子好 地点也好 状态也好 谁卖都能卖好 你给他什么的一个建议 是 中国有那么句古话 酒香不怕香的真 但是在房子上 反正我的体会 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我的这个房子 从location 从各个方面 我一直认为是不错 一直认为 而且来的人呢 也都说是不错 但是去年可是卖了 卖了大半年呢 也没卖出去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是今年呢 用fred 来给我卖 上市几天 就卖出去了 就是前期的这个工作 和他做的谈判过程中 做的这些工作 这绝对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的认为 怎么说呢 这会儿我也没想好怎么说 你这会儿掐我 反正确实是 这也是发自我内心的 这个说 应该行吧 你能掐出来点有用的吧 可以可以 谢谢 反正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实实求是的说的 对 就实实求是的 我这个 都得要实实求是的 人家看你 人家看你 人家觉得你那个什么 不是真的 对呀 是个回事